在美国时报一篇引人入胜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 台湾的空中战力在全球高峰会议上位列前15 拥有大约550架各式战机 这样的实力令人瞩目 在空战的较量中 制空权是决胜的关键 而台湾拥有的超过6000枚导弹 则为这一较量 增添了更多变数 台湾的天空守卫者 由6支作战联队和1支飞行训练联队组成 主力是370多架战斗机 并服以其他多种作战飞机 总数超过550架 然而 空军的力量并非只体现在战机数量上 还包括飞机型号 任务执行能力 飞行员训练水平 以及出勤率等多个方面 这些因素 共同构筑了台湾空军的综合战力 近年来 台湾在海军和陆军建设上 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不仅对金国号战机进行了升级 还在潜艇制造方面 迈出了坚实步伐 这些努力都赢得了广泛认可 据美国传媒报道 截至2022年底 台湾空军已拥有141架F-16V战斗机 预计到2026年 随着美国所有F-16V战斗机订单的交付完成 台湾的F-16V战斗机队伍 将增至207架 从而成为全球F-16V战斗机的主要持有者之一 F-16战斗机 一直是台湾军购中的重点项目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2019年台湾的数据 每架F-16V战斗机的价格 高达1,217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约37亿元 军事专家苏紫云 对这批购入的F-16导弹 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美国对台军售的100枚反服射飞弹 将大幅提升台湾军队 在防御作战中的战略灵活性 他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解释道 这些反服射飞弹 可与多种原程反制武器搭配使用 专门用于打击敌方地面 和海面舰艇的雷达系统 他还提到 将200枚M120C8导弹 与F-16战斗机搭载的 AS-2主动向位雷达结合使用 将有助于更有效地 抑制敌军的隐身航空力量 甚至干扰和扰乱敌军的 自动化指挥体系 从而保持战场的深度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与智慧的较量 也是对传统武器概念的新解读 台湾防御部门对此次军构 表示审慎乐观 他们高调宣布 美国批准的这两种导弹 都是台湾空军现有作战弹药库中的明星成员 并且在某些性能上 得到了加强与提升 他们强调 此次军构并非为了挑起战争 而是为了备战自防 并在需要时伸出援手 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 背后有其深思熟虑的原因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对过时战机的追求 已不再是主流 以美国为例 企业时攻击机一旦退役 很可能由F-16来接棒 这表明F-16及其衍生型号 在未来战争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回顾冷战的紧张岁月 当北约面对苏联装甲部队的 强大压力时 他们精心策划 战车猎杀者的方案 这一方案最终演化出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与A-10雷电攻击机 两种截然不同的武器系统 阿帕奇以其卓越的空中机动性 和火力支援能力 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而A实则以其坚固的机身 和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 成为美国陆军的得力助手 尽管A实属于空军管辖 但其主要战场却是在陆地 这使得A实在空军内部 处于一种威妙且尴尬的境地 尽管它在战场上攻击着助 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空军内部对于是否继续投入资源更新 和维护这一老式战机产生的分歧 特别是当精确制导炸弹问世后 空军对于继续投资A实的态度更加审慎 然而 当空军提出退役A实的提案时 却遭到了陆军的强烈反对 陆军认为 实施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 一旦空军将其退役 他们将考虑组建自己的航空队 来继续这一任务 为了维持空军在固定一飞机领域的垄断地位 空军高层开始考虑用超音速战斗机来替代A实 经过一系列评估和试验 他们最终决定将F-16战斗机进行改造升级 以适应对地攻击的任务 1985年 美国空军选定了两架F-16A作为试验机 计划将其改造成 专门用于对地攻击的A-16型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空军加强了F-16的一身结构 以便搭载更重的反坦克武器 并尝试在战机内部安装30毫米机炮 然而 由于机炮引发的震动和炮口火焰冲击力过于强大 导致机身需要进行大规模改动 最终 这一计划仅停留在两架验证机上 未能实现量产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 美国空军并未放弃 在F-16上实现突破的尝试 1988年11月 纽约州国民警卫队 第174战术战斗机联队的第138中队 开始换装F-16 并为他们配备了铺路爪机炮吊舱 这一吊舱内 装备了经过深度改良的 J-134管式加特林机炮 虽然射速降低至每分钟2400发 但威力却与A实步相上下 在海湾战争中 A实以无懈可击的战绩 证明了它的价值 它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机身 在战场上摧毁了伊拉克的众多坦克 车辆和火炮阵地 A-10的出击次数累计达到8100次 击毁了900辆坦克 2000辆车辆 1200座火炮阵地 以及大量的飞毛腿导弹发射装置 其卓越的战斗效率和生存能力 使其成为了海湾战争中的空中霸主 海湾战争这场史诗般的考验 让A-10的军事价值得到了重新审视和肯定 在执行地面打击任务方面 A-10无疑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无可匹敌的战机杰作 其弹药负载能力高达7、2吨 单次能够装载1174发30毫米弹药 足以摧毁一个完整的坦克连队 除了强大的打击能力 A-10在防护性和生存能力方面 也堪称传奇 即使在机身遭遇严重损伤的情况下 它依然能够顽强地返回基地 相比之下F-16虽然在特定高度环境中 能够维持机炮的运用 但在生存能力方面显然不及A-10 此外A-16改型计划也遭遇了重重困难 无法有效平衡机炮产生的后缩力 导致射击时机身震动严重 影响飞行安全 同时地面攻击软件的兼容性问题 也频繁出现 即使借助电导软件的辅助 也无法完全纠正飞行中的弹道偏差 最终空军对于将F-16转变为 F-16的追求未能如愿以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A实在海湾战争后依然稳稳地服役于军界 而F-16做一款备受赞誉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其地面打击能力同样不容小觑 在美国空军的行列中 许多以空中优势为主要任务的机型 如F-15和F-16都被赋予了近距地面支援的角色 成为了专业的炸弹运输平台 F-16在机头下方装备了20毫米的火神机炮 不仅可用于近距空战 还可携带高达7800公斤的炸弹 执行轰炸任务 从设计之初 F-16就被定位为一款多功能战斗机 在载弹量 机身大小 起飞重量等方面 它以7800公斤的载弹量暴视群雄 远超同代机型的米格29 2500公斤和幻影26000公斤 在对地攻击方面 F-16的武器选择多样化 包括自由落体炸弹 子母弹 激光制导炸弹 航空火箭及空地导弹等丰富武器库 而F-16V具有的11个挂载点 更是奠定了其多任务执行的能力 然而 与A-10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机炮性能 但在现代战争复杂多变的条件下 A-10的机炮或许已不再如昔日那样至关重要 甚至可以说 A-10在今天已不够适应现代战场的需求 随着威胁情况的转变 美国似乎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B-10 而A-10的能力也难以满足 未来美军执行近距地面支援任务的需求 因此 寻求一种更为先进的激情 来替代A-10成为了当务之急 尽管美国空军多次提出退役A-10的设想 但每次都因陆军和国会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现 然而 最近的提议似乎获得了陆军和国会的赞同 A-10的退役似乎已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本质上讲 A-10战斗机是专为机炮火力打造的 配备强大的翅膀和发动机 以高效摧毁坦克为目标 虽然它在防护和火力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与其他同级别敌机对抗时 其低速飞行和空战能力的不足成为了明显短板 其航电系统主要是为了地面支援任务而设计 尽管能抵御23毫米口径的防空套火 但在面对空对空导弹时则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现代防空技术的不断进步 30毫米机炮的攻击范围 精确度和防御效能已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 以F-35为例 其机炮弹药极有280 实战中迅速消耗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美国空军曾期望F-35A能够替代A-10的地位 但实战中反坦克导弹成为主要作战手段 这进一步引发了空军对A-10退役的考虑 然而在近年来的军事行动中 面对多样化的敌人 地面部队对A-10的依赖凸显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使其难以轻易被淘汰 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中 无人机的广泛使用 为美国空军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尽管有退役A-10的计划 但其在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时 展现出的经济性和效率 仍是不容忽视的优势 然而寻找一个合适的替代者 成为了一个难题 阿帕奇直升机 F-16或F-35等战机 在试图接T-A10位之时 都遇到了困难 特别是直升机 在挂载能力和速度上的不足 多用途战斗机 在低速低空弹旋能力上的欠缺 在山区环境如阿富汗中尤为突出 美军让阿帕奇直升机 执行支援任务时 由于高海拔的限制 而表现出性能短板 而A-10在这种地形中则 更为出色 与阿帕奇相比 A-10速度更快 能更迅速地完成攻击任务 在速度 航程 制空时间 适应高原的能力 在弹量 以及飞行员逃生能力等关键方面 A-10都显示出 比阿帕奇更优越的性能 能够直接北陆军控制 而对守国的武装直升机 虽然能紧密跟随步兵或坦克行动 提供及时火力支援 但与力 时相比 其支援地面部队的能力 可能会有所延迟 尽管F-16被尝试改装 以执行对地支援任务 但由于其原始设计 是空中优势战斗机 在超低空执行此类任务时 仍面临挑战 然而随着对地炸弹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F-16开始搭载 如雷达引导的GDM 这样的精确制导炸弹后 其在执行对地支援任务方面的效果 已经能与A-10相媲美 例如 之前装备A-10的 印第安纳州维恩堡基地 第十二战斗机联队 现已装备F-16 再次在海湾战争中 展现了其多任务适应性 美国及其盟友 共派出251架F-16 成功执行了多项任务 击毁了大量地面目标 证明了 F-16作为多用途战机的 可靠性和高效能 综合来看 认为 F-35能够完全取代 B-10的观点 确实显得过于乐观 美国空军曾对此 进行了深入的 比较和测试 尽管具体结果未公开 但从未有将A-10 全面替换为 F-35的行动 这足以表明 F-35并未完全达到 替代A-10的标准 A 实在特定领域 展现出的独特价值 是任何新型战机 都难以全面替代 在2019年4月 美国空军对 F-35与A-10 进行了对比测试 实在评估F-35的地面攻击能力 是否足以接替A-10的角色 经过近一年的细致测试和比较 结果显示 A-10这款服役近40年的战机 在某些对地攻击能力方面 仍然表现卓越 尽管F-35搭载的25毫米机炮 相较于其他现役战机上的 20毫米机炮更为强大 但与A-10装备的 30毫米辅助者机炮相比 还是稍显逊色 即使F-35放弃隐身状态 已增加载弹量 其战斗力也仅与F-16相当 此外 成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F-35的单价高达近8000万美元 使用如此高价的五代战机 执行近距离地面支援任务 无疑增加了风险 随着无人机队伍的崛起 为A-10退役后的替代 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无人机具有长航程 长时间制空的特点 且操作人员只需在地面指挥 极大降低了人员伤亡风险 现有的各型号无人机 已能满足部军对空中支援的需求 为地面部队提供持续支援 从无人机取代A-10的趋势来看 现代战争正逐步向更多利用 无人机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F-16与无人机并用的作战模式 对于执行前线支援和反坦克任务来说 其效能更为显著 未来地面部队将依赖直升机 无人机F-35和F-16携带的精确制导弹 要等多元化配备 而无人机能够执行侦察和巡逻等任务 更快速地响应地面部队的需求 同时 无人机的成本相对较低 载荷能力与A-10相当 例如 MPU-9 Reaper系列无人机 空重达到2 23吨 最大起飞重量可达4 7吨 装备有6个武器挂架 能够携带导弹和炸弹 同样 RQ-4 Global Hawk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更是高达14628公斤 意味着它能够携带更大的武器负载 并实现更长时间的飞行持续性 综合来看 现代战争多为小规模局部战斗 面对的是坦克和装甲车等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 A-10这类攻击机的作用 或许已不如一往显著 而无人机机性攻击 似乎更加适合和高效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